记者王杰台南报道,走国道就是要付费,但部分民众可能认为不付费也不当一回事。 台南一名黄敬工程行负责人,一人就急欠了6万多过路费,经过几番催缴人不缴费。 这笔待账交由行政执行署台南分署后,该署寄出不动产查封登记函,黄南收到书函后,担心千万透天遭查封,下到缴清欠费。 依据高速公路总局统计,已经移送632位民众,欠费件数共有6102件,这笔待账合计有700多万元,经过台南分署查封追讨,以清偿金额13万余元。 台南分署指出,这波强力行动中最有价值的是查封移动透天错,还有连结车车头两台,货车两台,小客车一台,机车一台,令冻结8名车主存款4万多元,扣押3名车主薪资9700元,到场缴纳的欠款共有79810元。 其中险交通行费金额最高是一间交通公司,该公司供置欠82万多。 台南分署直接扣的该公司的连结车车头两台,机车客车一台,另外比较特别的是一名黄欣民众,他欠了62482元通行费。 当他收到不动产查封登记函隔日,就立即结清费用。 台南分署提醒,过路费是由远通公司崔角,崔角时会加计工本费。 车主接到崔角通知书却不当回事,国道高速公路局就会移送该书强制执行。 民众千万不要营小师大。 民众千万不要营小师大。